国与国的交往是需要第三方的,当地时间18日,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卡沃利,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,北约将于下周开始,举行为期四个月的名为坚定捍卫者的军事演习,届时将有来自31个成员国以及伙伴国瑞典,大约9万名士兵参加,这是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演习,以应对实力接近的假想敌的威胁。 这个所谓的实力接近的假想敌的威胁,明眼人都知道就是俄罗斯。 2024年开年第一个月,北约就搞出这般大的动静,规模之大,涵盖国数量之多,冷战后首次,那么北约为何在此时高调宣布军演呢? 实际上北约在2024年开年宣布军演,有着多方面的考量,首先此次军演持续到5月份,正好与俄国内举行总统选举活动。 即当选总统就职时间完全重合,很明显北约希望通过此次军演,影响俄罗斯的总统选举,一再告诉俄罗斯选民,如果普京继续当选,那么俄罗斯将面对整个北约的战争威胁。 北约各国已经开始在各大主流媒体上渲染战争恐慌,俄联邦委员会议员多尔戈夫在19日就曾表示,不树立一个敌人,北约就不可能存在,因此北约正在用与俄罗斯的战争,吓唬西方国家的人民。 其次北约此次军演义在为乌克兰打气助威,从2023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开始,乌克兰在俄乌战场上颓势惊险。 在今年年初,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宝称,在顿涅茨克、红利曼、扎波罗热、赫尔松等方向,击退了乌军多次进攻,俄军还打击了三座乌军武器弹药库,两台雷达系统,另外俄罗斯还主动出击,攻击了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座乌克兰核心城市,给乌克兰造成了极大的战力压力。 虽然近来乌克兰时有传言称,击毁了俄军的预警机、登陆舰等战报,但对于整体战局而言,并无法改变乌军的颓势。 1月17日,普京主持召开了政府工作会议,公布了2023年俄罗斯GDP增长超过了3.5%,而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了7.7%。 玄机世界银行表示,2023年乌克兰GDP增长可能在3.2%,而更是宣称到2025年,乌克兰经济预计将增长6.5%,但就可信度而言,俄罗斯GDP增长3.5%是可信的。 虽然俄罗斯目前处于战争状态,但对于俄罗斯来说,俄乌冲突不过是局部战争,且在遭受西方制裁后,俄罗斯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,有效缓解了西方制裁下的经济阵痛。 比如在汽车领域,虽然在遭受西方制裁后,西方汽车产业如奔驰、宝马等熟知的汽车品牌,全部撤出了俄罗斯,但是俄罗斯向中国进口的汽车相比往年增长了5倍,而且中国国产汽车相比于西方国家的同类型汽车,要经济实惠的多。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民众可以花更少的钱获得更好的产品,而诸如此类的例子在中俄贸易中数不胜数。 所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可信的,反观乌克兰,乌东四省处于战争状态,全国多地时常遭受俄罗斯的攻击,人口自2022年开战后流失了上千万人,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,并且不断地向北约申请援助。 在这种窘境下,世界银行所谓的乌克兰经济增长数据根本不可行。 可以说俄罗斯虽不至于在俄乌冲突中越大越富,但经济平稳向好,而乌克兰事实上已经完全陷入战争的深渊。 普京在2023年12月份也宣称,乌克兰没有自己的基础,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,没有行业,没有自己的钱,他自己什么都没有,那么他就没有未来。 而这项俄罗斯都拥有,普京还特别指出,俄罗斯工业正在获得强劲的势头。 虽然说普京此番讲话有些政治宣传的意味,但不得不说普京说的是事实,正是看到在持续两年的俄乌冲突对号中,乌克兰愈发不济, 北约才会在此时选择军演,因为一旦乌军颓势进险,俄军的战略反攻将迫在眉睫,到时候乌克兰损失的就不是乌冬四省了。 在此,北约军演是对乌克兰的战略支持和作秀,中东爆发了巴以冲突,并且逐渐外扩,进而演化出红海危机, 以及最近伊朗对美国以色列在中东的基地,进行大规模导弹攻击, 这使得美国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放在中东,支援以色列,这样势必减轻了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。 早在2023年3月份,乌克兰与北约达成协议,约定一年之内,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155毫米炮弹, 但2023年实际交与乌方的炮弹数量只有48万枚,美国也只能向乌克兰提供少量的军火援助, 而所谓的航母等海空军力战台撑腰更是没有,原因很简单, 巴以冲突开始后,美国已经持续向以色列支援了数百亿美元, 另外还包括两只航母战斗群,在地中海为以色列撑腰,美国的支援力度有多大? 美国福特号航母在地中海超长部署8个半月,才回到美国本土, 可见以色列在美国心中的重要性,如此区别对待, 势必给本就是颓势的乌军士气雪上加霜, 所以此次军演就是一场战略支持和作秀, 但虽然北约此次军演是战略支持和作秀意味浓厚, 但北约毕竟声势浩大, 给予俄罗斯的战略压力是空前的, 为此俄罗斯也急需外部的支持。 据朝中社1月21日报道, 朝鲜外务省20日发表公报, 报道了朝鲜外务乡催善机访问俄罗斯的成果,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尽快访问朝鲜, 这个时间节点正好对应北约军演, 或许有人会质疑, 北约30多个国家全部是发达国家, 俄罗斯怕是病急乱投医了, 单单普京访问个穷得叮当响的朝鲜就能扭转乾坤, 平衡如此大的实力差距,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, 经济发达未必就能在当前的俄乌冲突中帮上忙, 战争打敌是后援, 是枪炮弹药, 不是股票涨跌, 金融指数, 当前的北约缺少的枪炮弹药, 是军工生产能力, 而朝鲜不缺的就是枪炮弹药和军工生产能力, 据韩国情报部门称, 自去年8月份以来, 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超过100万发炮弹和火箭弹,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发表声明称, 俄罗斯已开始在乌克兰使用朝鲜短程弹道导弹, 可以说朝鲜虽小, 经济也落后, 但是在事关俄乌冲突的军援上是一个大国, 而北约多国虽然经济发达, 但是在西方去工业化的当下, 没有太多的军工生产能力, 在俄乌冲突的军援层面上反而沦为一个小国, 毕竟北约演习就算持续一年, 规模再扩大一倍, 也不如朝鲜上百万枚援助俄军的炮弹来的实惠, 并且以北约30多个国家, 一年生产不过数十万枚炮弹的数量, 面对乌军每天上万枚炮弹的消耗量, 不过是杯水车薪, 北约外长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公开表示, 乌军已经将北约的弹药库存消耗殆尽, 北约各国甚至已经缺少保护自身的弹药储备, 所以此次北约军演, 表面声势浩大, 但是实际上是外强中干, 普京访朝, 虽然有些形单影之, 但实际意义重大, 不过这里我要说, 普京此次并不是单纯的访问朝鲜, 背后有着深刻的战力图, 当前国际局势日趋复杂, 美国在挑动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的基础上, 在东亚不断围堵打压中国, 在刚刚过去的台湾地区选举, 美国直接派出三只航母战斗群威慑中国, 并且在去年便于寒日展开了, 以美国号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联合登陆演习, 普京的此次访潮, 一方面是对北约军演的回应, 另一方面也是意在加强与朝鲜, 尤其是中国的联系, 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和稳定朝鲜半岛局势, 而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, 俄罗斯如此关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, 对俄罗斯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, 自俄乌开战以来, 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在西方的严厉制裁下, 经济没有崩溃,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 就是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, 尤其是中国开展了深入的经贸合作, 双边贸易用人民币结算。